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是Vin 今天怎么那么早下来呢 这是因为我的车有点问题 昨天驾回来的时候 刚好到家楼下了 有点冒烟 还有车 引擎那边有点问题 现在下来看一下 可能一会要去叫修车 修车的师傅过来看一下 又不懂还有搞什么鬼 发脾气的 是不是最近 好太多了 发不动 打搞还是不要动它 修车师傅过来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我家附近 那个油站那边 有一间修车的 那般人家修车的 还好很靠近我家 走去的话大概 五到十分钟吧 现在赶紧走过去 找那师傅 帮忙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的停车库 上面那时候建了 不够 他们在往上 本来以前是一二三层楼 可是因为不够 他们建多两层 现在新加坡的这些停车厂啊 停车库全部全自动的 你要插那个卡 现金卡在里面 你进来停多久 还多少 你可以买月票 你看 这些全部全自动 没有人工的咯 就是这里 它刚好在油站 这些油站的后面 装部那家修车 换轮胎 是否这么早 我们来了没有 应该是来了吧 这里 这么早就有人 老板在那边 那个就是老板 里面有点冒烟 等下现在我打 不能 start 冒烟 不是冒烟 现在是有个味道 行车厂 行车厂啊 这边 走 sorry 师傅想去拿一点驾驶 他的东西 然后 哈喽 他陪我一起去看 等他一些 然后检查的那些工具 这个情形啊 真的是有 怕 有时候怕 神灯烧掉还是什么 我这个东西 我昨天拉出来 掉下去下面 那里东西 捡起来吗 哈 要跟他捡起来吗 他掉在 他掉在下面的 那个底板那边 我捡不到 这个我捡 要等我那个同事回来 嗯 我都换在半路 他用 他能不能来到你 用电脑测一下 看什么 可以可以 我给你我的电话 好了 刚才师傅讲 等他的那个 大头手 来了 他叫他过来跟我看一下 我现在等一下会打给我 好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哈哈哈哈 还是乐观一点 没事 最重要是 人没事 什么都ok 先回家 来吃早餐 等师傅打电话来 来 师傅来了 师傅来了 现在 下去 现在师傅来了 看 来 你 对 你 你 去 你 你 就 你 你 你就 我 你 你 你 他有出现一个一批一批什么的 刚才 昨天晚上也是有 OK 知道你说要嫁回去那边了 可以啊 那我嫁回去先 看了什么问题再给你知道 我总是有你的电话 有有有 OK啊 现在师傅把车嫁回去他们那边 然后他跟我讲说是什么事情 希望不是大事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种预感啊 他的好像他的引擎有点问题啊 他的好像他的引擎有点问题啊 好了他现在叫回去了 看到 现在回家等消息 等一下他们一会检查了 他让我知道 好一个父亲节的礼物 哼